Hello大家好,我是潘大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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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观察,来观察一把卡梦的前锋,哦,遇到了融融的蜘蛛,这里的话融融搬先知,昆虫学者,前锋,拥兵,这三个点都不好抓,上来如果遇不到机械师,融融这把有点难打的,不过这边如果能看见娃的话,他也得把这个娃给打了才行,这边是,哎,找到了,可以,哎,这波过来找, 找到的话,那儿,融融还挺香的,舒服了,就这把的话,真的,他如果上来第一个点找不到机械师,比如机械师在你的那个对角点的那种的话,真的,就你就感觉这个局毫无希望,心里面那种感觉,大家能够理解吗,就是,就是有一种就是,哎,怎么打呢,怎么打好像都赢不了的那种感觉,就除非穷者给失误,穷者不给失误,两边正常交换的话,真的,你想不到任何能赢的面,这个时候就很绝望,但是现在, 大家找到机械师,那感觉这把平局起步了,这里的话,穷者如果说想要打一个多跑,他们得打一波什么呢,就是昆虫前锋的一个配合,昆虫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镜头,呃,他需要昆虫往前顶一手,然后等到前锋这边吃刀,啊,前锋这边吃刀,吃一刀,然后这边昆虫把那个,呃,蜘蛛给顶开,顶开了以后呢,这边的话,机械师就有更多的一个身位, 然后前锋再一波捕捉,才有可能保下这个机械师,然后逼迫这边的那个蜘蛛换挂,一波换挂以后呢,那穷者这边就有机会,来,这边撞没撞晕,打一刀,虫,来了,来了,来了,你看到没有,看到没有,哎,这个虫,但这个虫的话,其实来的稍微晚了一点,他这边,单保这个机械师是保不下来的,需要再配合前锋的球, 然后强行比你打一波换挂节奏,口子堵住,堵住,啊,现在就是那个前锋配蜘蛛的一个配置的话是,啊,不是,前锋配昆虫的这个配置是非常非常厉害的,就是在第一波打救人节奏的时候,如果这个配置能打起来,很有可能就是被迫就要换挂,一旦换挂以后,球者就取得一个非常大的优势,但这边的话,荣荣这个找人还是不错的,就应该涂一口吧,涂一口,来,给上,好的, 这样的话,如果闪现打一刀,还有一波双喷,闪进来,打一刀,好的,压一波双喷,压一波双喷的话,待会优兵来的话,如果能打个双刀,哎,前锋这边还想保一手,板子先踹了,这边应该是,知道了吧,直接减刑嘛,对吧,其实我觉得这边减刑也不错,哎,漂亮,这一手,就是心理博弈,就是心理博弈,玩,哎,就是玩的就是心理, 挂上,但双喷没有了,双喷没有的话,前锋,但前锋导机,密码机不够,这密码机的话,我们看一下,现在差一单心机,然后昆仑学者这边在补,佣兵的话要来救人,所以说密码机是绝对不够的, 这里穷者的话,但穷者这边前锋待会交刺器以后,还有一波配合,昆仑学者虫打完了,那这样的话,只能是前锋单人配合,是佣兵来打, 因为昆仑学者他的虫不能收,收了以后也过不来了,这边追一刀,还是,对吧,小年轻这个,追双倒了呀,哎,这不追双倒,这追个双倒都有机会能赢,前锋来了,前锋来,这边猪丝不够,猪丝不够,不能直接减刑,他可能吐一口扭掉,现在给他卡梦,卡梦这边他主要他要扯猪丝, 荣仑这波的话就是,追着你,不让你扯猪丝,这样的话呢,我就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人牵起来了,因为我追着你,你不能扯猪丝,待会儿就算你想要撞,你直接拉球,你这个球也很慢,你撞过来是迟疑的,昆仑这边在密码机应该是干扰不到,佣兵的话剩最后一台, 嗯,百分之,听是一百分之四五十左右啊,百分之三十多,39,密码机在抖动,围绕过去打密码机, 半血佣兵,过去的话大概密码机能够修到百分之六七十,这台密码机不够,不够的话外面补好状态以后要重启,要重启才新的,两连珠丝,吐一口吧,吐,漂亮,这样的话这个佣兵可能要倒了,佣兵倒地也挂上,这把荣荣有机会了,因为前锋是交自己的,然后这边的话把佣兵挂到一场机里面,外面重新起来新机, 那穷者那边的一个节奏就很差了,捡起基尔师的娃,哇,这还能捡起基尔师的娃,这边还有反应的,守着就行,守着就行,这边的话,哎,那边过来,捞下来,捞下来,吐一口,没吐中,没吐中,但是佣兵护币已经交完了,这边浑身过去管密码机是比较正确的, 他需要去压住密码机要逼你们重修,然后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,来去消耗这边穷人的道具,主要前锋这边还有大概三分之二的球,这三分之二的球是一定要给他消耗完,他才有更多的一个一面的, 反正这三代密码机对吧,都在这边,你们要来修,来,我就慢慢跟你们耗,我的蜘蛛丝慢慢存,这边吐一口,看一下这边,前锋的位置,两连蛛丝可能能逼一波球,但这一刀不一定打得住,吐一口,哟,这一个吐的好,一个躲的更好,这边昆虫学者炸机, 又摸了一个娃,这个娃摸出来的话,融融可能就不好赢了,因为这里的话,用兵前锋可以补后面的机了,他们可以外面再修一台的,前锋这边想硬着头皮来打这台吗,打这台的话其实会给蜘蛛更多的机会,因为蜘蛛在这边补私的,他私补着补着,这一圈就变成了他的领地,那你们来的时候或多或少,对吧, 都会被这边的蛛丝给干扰到,或者他这边利用蛛丝来打你一刀,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,外面傭兵要重新去补一台新技的,不能打这台啊,就是修那个,这台机啊,这台,这台修起来的话,会, 球者保皮面会更大一点,球者真剩面我觉得,融融不失误应该不太会给啊,大龙再抢,这样子的话,我觉得,融融会有更多的赢面, 涂一口,没涂到,打一刀,也行,那边的话,傭兵暂时还不敢补,两台密码机,这边是可以在两台密码机之间补一轮蛛丝,然后来回穿梭的, 慢慢的消耗嘛,把道具都消耗完,状态慢慢消耗掉,这边,香水,看见了,好,会一刀,把香水骗出来, 这边再点40%,这边追傭兵,傭兵是个二挂,也行,吐一口,没吐中,哎呦,这一刀,这一口吐中的话非常关键,他这边切传送了呀, 过来找,这是前锋,但这样的话,两台密码机可能只能守住一台,另外一台的话,60%,一刀,没打中,我去,这没打中,前锋这个球, 卡木这个球是捏得真的紧啊,拉球,拉球,拉球,拉完球,涂一口,没涂中,好,这边过来管这个昆仲学者84%, 这样的话,融融需要在这两边进行建立一个加速带,然后压住这边的密码机,再拖出一个传送,他就一面了, 因为现在求者的道具确实已经耗得差不多,但是好像这边傭兵的密码机已经差不多了, 对,他需要来回的拉扯,需要来回拉扯,但是,就看这边给不给机会了,打了一个震慑,密码机, 没有在补,那就是昆仲学者就是人,用命压机,这边的话,前锋人就要自己了,他其实可以把人牵过去, 对,利用这个蛛丝牵过去,牵到那个傭兵那边去,这样的话,放, 他其实再拖一拖,把这传送拖出来可能会更好一点, 昆仲学者一口一刀,用命也是一口一刀, 再赶过来,昆仲学者摸了一块怀表,过来找,一口, 一刀,好的,密码机压好了,这里的话,挂, 地下室嘛,挂地下室必有一个传送, 但昆仲学者的怀表省下来了,前锋这边的话捞下来, 不过没有博命了,好像是柔柔的迎面大一点, 穷者的平面小一点,这也给他拉出来了, 这两台机拉扯的真的有点东西了, 有怀表,有怀表,这边有怀表,提前顶怀表的, 没吐中,打一刀,那这边怀表,怀表, 摇怀表,好的,扛一刀,这边传送, 这,这,就是刚才那个摇怀表的非常好, 医生这边的话,他就是怎么说呢, 就是一高人胆大,要我提前摇怀表, 提前摇怀表往里冲,这边传送应该传错了, 那的话可能平了,因为他摇了怀表, 怀表以后是一定能把人救下来的嘛, 是可以扛一刀的, 这里的话,那没什么办法, 这边,这个船错了, 就很尴尬了, 这边有地窖的,守住,守住, 堵一口,没吐住,没吐住就慢慢堵着, 对吧,蛛丝架起来, 这边全部封,包住,包住,包住, 再吐一口, 打打的是很好,但是误触传错了,那就很尴尬了, 这里的话,这块板子破码,这边排一下地窖, 排完地窖,然后往前顶过来, 下连蛛丝,顶上, 一刀倒地,可以可以平局,平局是肯定有的, 那一波不传错呢, 昆虫学者是挨一刀, 把人救下来, 摇了怀表, 摇了怀表,这一刀还不一定挨得上, 反正昆虫学者一定会把人救下来, 没有,技能压好, 虽然在场的话,也有机会能保平, 只不过就是, 柔柔会有更多的机会去真胜而已啊, 好的,感谢大家收看,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。